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方新闻1800亚洲大现场 我是陈文君 首先来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2020总统大选对决 总统蔡英文已经练就了一身 竞争照铁步山了吗 根据联合报最新的民调 蔡英文以42%领先了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的30% 另外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数据啊 也显示蔡英文以51%胜过了韩国瑜的33.9% 这样的数据其实不意外 毕竟蔡英文啊从7月开始即使爆发了特勤的私验案 或者是近期的陈同家案 这些都伤不了她 而韩国瑜的民调也就被冻在三成左右 民调专家就认为关键是因为亡国感 让韩蔡韩两个人的差距始终都是保持这样的数据 公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虽然大多人民调都落后 尤其最近啊又因为座谈会上抛出了各种议题 遭到绿营的猛攻 不过仔细看呢 再怎么打她的支持度都还有30% 就媒体建议呢 现在下乡的主要目标不是拉拢绿营的铁票 是要锁定在讨厌韩国瑜的群众 这些的群众呢主要就是年轻人 公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倾听之旅 第一站是来到了云林参办 不过啊前一天两岸关系的比喻忍出了争议 韩国瑜不愿多谈 反向蔡政府遇到选举就要雇主权 针对民调支持度依旧沃后蔡英文13个百分点 韩国瑜说呢 明星比民调重要太多了 事实上韩国瑜最近抛出了各项层面的政见 包含交换学生免费留学 还有澎湖小三童政策以及国防政见等等 不过这几家政见啊都被各部会反驳 让民进党立委就酸说 请韩国瑜看一下蔡总统这三年来的政见再来谈 不过面对绿营的围剿啊 韩阵营则是反批 不要看到黑影就开墙 行政院长苏贞昌之前针对陈同家案 吐批马一九跟陈长文是魔鬼 这句话现在不止引发法界的反弹 国民党立委更打算本周推倒阁案 不过由于啊国民党在国会的席次未过半 所以呢民进党认为这个倒阁案只是虚谎一招 而行政院发言人则是回应 现在朝野应该炮口以致对外 而不是打自己人 新加坡将与中国大陆签署国防合作协定 外界就担忧啊台湾与新加坡的新光计划恐怕将中断 不过对此啊国防部长颜德发就表示了 新光计划的推动一切正常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都在进行当中 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遭动美军的居杀 外传他的藏身之处会曝光 全世界五大情形之一透露了消息 让美军得以锁定 不过虽然巴格达迪啊已经身亡 不过接班人走的八月就已经决定好了 而伊斯兰国的崛起之后 恐怕思想早就已经蔓延了全球 在各国发起了攻击 造成多数的死伤 10月31号就是英国脱欧的期限了 欧盟原则上应该是会同意来延期 不过首相强生就怕这一拖啊没完没了 第三度抛出要提前国会的改选 需要呢让议案呢在国会里面撇在平平的卡关 面对英国呢天空的新闻台也发现了民众对于脱欧厌烦斗了极点 于是啊干脆开辟了一个无脱欧的新闻频道 黄金时段全都看不到脱欧相关新闻让观众能够喘口气 美国加州由于天气干燥加上抢风的助长造成了野火式不断的蔓延 而7号的时候全州进入了紧急的状态 将近有20万人被迫撤离避难 不过由于风力过强对救难的活动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估计有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加州最严重的天气灾害 美国大联盟世界大赛第五战今天登场了 川普也进场来观赛了 不过国民的主场球迷们一见到川普 全场是立刻嘘声凌连 甚至还有球迷起身大喊 要把川普来观起来 成为球赛的另类焦点 而太阳队在这场比赛中啊 大方一彩 丝毫不给国民队面子 最终以7比1获得了第五战胜利 法国精品品牌LVMH 全出有意出资145亿美元 收购美国珠宝商Tiffany 为了积极拓展美国的市场 LVMH执行长阿尔诺就动作频频 激进拉拢美国的总统川普 甚至为了力挺川普的美国制造 还在德州小镇盖了新的厂房 想到日本旅游的民众要注意了 日元汇率又跌回了0.2844元 假设外5万的日币跟暑期的时候相比 就能多吃10碗的拉面 另外财政部长也带来了好消息 内需回温 10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回升了 最近有在新加坡搭地铁的人 有可能有机会搭到台湾观光彩绘列车 以台湾小镇年为主题 一走进地铁就可以看到鼓走台湾 阿嬷家的瓷砖花砖 还有小时候的小鸭玩具 都让外国的民众觉得好喜经 艺人高宇珍出席维生酮食品 在桃圆平镇开幕会 现场是内容悲凡 高宇珍透露平时就忙于拍戏 不过透过运动搭配维生酮的饮食 才可以保持良好的气色和体力 虽然台湾民众健康意识抬头 业者就推动了随冲随破的健康饮食 开设新的据点要抢攻健康食品市场 全台第一架A3216 在今天中午游行为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从德国汉堡驾驶回台 有许多航空民就纷纷留言说 很期待能乘坐这架飞机 相较长容波音787 以及华航等A350大客机 因为A3216是载体的飞机 不过同样可以平躺 而且还有个人娱乐系统 台北市长柯万哲 竟力冲民众党的政党票 只见他平平酸高雄市长韩国于外 打民进党团特定的对象 更是三天的热度 似乎是要冲击声量 再来举血 又发生了中国旅客破坏 反送中蓝农墙 一名湖姓的中国旅客 行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地下道时 看到墙上填满反送中 挺香港的海报和字条 他竟然是动手来私下 被路过民众发现 拦下并报警处理 警方一毁损罪嫌来移送 男子被罚款了三万元 必须每天到地检署来报道 等调查一段落才能离开台湾 台南有一名林先生指控 国道远景凌晨三点多 来到仁德交流道下来 小吃店用餐 不过吃完之后却把车子停留在原地来怠速 吵到他无法睡觉 质疑扰民 不过针对投诉国道警察表示 因为影片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根本无法证实有无怠速的状况 警察当时就是来到这个小吃店用餐 但疑似他们车子引擎怠速的声音实在是太大声了 造成附近的居民根本没办法睡 因为我刚好是睡在二楼前面 所以他们交通队的车子 他们有可能是柴油车 他们都怠速 柴油车很大声 一人张婷和李瑞阳在大陆自创保养品牌 结果创造了上百亿的商机 张婷去年更砸下重金 邀请林志玲担任代言人 他和张婷都超过40岁了保养得宜 一起健身活动 网友都赞叹 岁月都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 依然林心如曾经演出《还珠格格》的爆红 不过观众可能不知道 当年林心如差点被换脚 因为他饰演的角色紫薇有很多哭戏 不过林心如哭不出来 当时的编剧《穷瑶》就想要换人 林心如知道之后 马上跑去和穷瑶哭诉不要换脚 林心如最近在实际节目讲到这段秘星 又忍不住哭了出来 吃探险 除了会导致散钩之外 现在就有国外研究指出 恐怕会增加失职的风险 除了会导致散钩之外 感谢观看